2024最新太空冒险惊悚剧群星正式上显 这是一部以太空灾难为主题 聚集了大量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等诸多元素的影片 当太空战里只有一名宇航员时却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那这声音的来源到底是人事故 随着一系列恐怖元素的加入也将这部剧的悬疑惊悚色彩直接拉满 因为本剧双线叙事有点小小的烧脑 请跟着我的解说慢慢品味 故事还要从一个寒风凌冽的夜晚讲起 刚经过一次太空灾难的宇航员安娜驾驶车辆 准备带着女儿爱丽丝赶往郊外的房子 就在行驶到半路时 后面突然出现的警车令安娜变得十分紧张 她下意识地看向放在副驾驶的一台发着诡异蓝光的设备 似乎这个东西不能让警察发现 还好那辆警车鸣笛之后便从他们侧方经过 安娜见状这才松了一口气 很快她便带着女儿赶到了墓地 然而刚一进屋的安娜就发现房间内的电源似乎出现了问题 她只好点燃一盏没有灯辅助照明 随着灯光的亮起 墙面上一幅油画显得格外醒悟 是两个奴隶抬着一个堕落的天使 爱丽丝站在原地凝视了几秒钟 而安娜则趁着这个间隙来到房子外里 将那台古怪的设备放到了杂物间 在她关上外门的那一刻 这东西像是有了意识一般散发着耀眼的蓝光 之后便接连发生一些奇怪的事 准备返回房间的安娜似乎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但这不太符合常理 因为那个声音来源和房子的方向刚好相反 安娜清楚地记得女儿这个时候应该还在房子里 她急忙跑回房间去验证 刚一进来就看见爱丽丝躺在床上已经睡着 这一幕令安娜盈盈感到一丝不安 那刚刚那个声音又是谁发出来的 等她走出房子那个声音又再次响起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原因 她提着油灯走进了漫无边境的雪地准备查明真相 这个时候的时间线来到五周前 此时的安娜刚好在外太空执行任务 独自在家的丈夫尼克肩负起照顾女儿的重点 而爱丽丝每天上学前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远在太空的妈妈视频聊天 安娜不厌其烦地跟她讲述着身边发生的一切 并热情地向她介绍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 太空站里的五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宇航员 眼前这个黑人保罗的手上正忙着一项冷原子实验 如果这项实验能够成功的话 人类可以通过这个装备探索出新的物质形态 美国航空指挥官卡德拉为了这项实验已经筹备了35年 此时已经进行到了颇为关键的第六阶段 不出意外的话 这项实验成果将在本次太空航行中拿到成果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就在安娜准备让女儿从远处瞭望一下地球的美景时 冷原子设备突然散发出耀眼的蓝光 随着镜头的拉远 像是有一个不明物体正急速地撞向太空舱 地面指挥中心也听到了太空舱中传来的警告 巨大的撞击令太空舱严重受损施压 里面的所有人都在和死神赛跑 指挥中心为了保护宇航员们的生命 启动了应急保障措施 计划让宇航员们乘坐联盟一号逃生舱返回地球 然而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前往一号逃生舱的通道已经燃起大火 而且还有一名宇航员被困在气中 安娜赶紧拿起一个灭火器配合队友阻止火器 虽然大火及时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一号逃生舱也因此损坏 等众人找到保罗后才猛然发现 他因为刚才的撞击已经陷入中毒昆虑 而且他的左手被卡到缝隙当中 流出的鲜血化作气泡漂浮在半空中 眼看着保罗的生命在慢慢流逝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保罗止血避免他休克 接下来他们计划砍断保罗的手臂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因为刚刚撞击的原因 整个太空舱的生态维持系统已经严重损坏 安娜必须冒着风险前往舱外进行修复 然而等他赶到撞击地点 才猛然发现事态远比想象的更加严重 原来生态系统的外部电缆都已经被撞毁 看样子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重新补剂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撞击的太空站 安娜的脑海里不禁产生了疑问 起初他还以为只是普通的太空垃圾 亦或是偏离轨道的陨石碎裏 可当他掀开横架上的帆布时 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感情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一具宇航员的尸体 安娜下意识地脱离太空站伸手巨撞 幸好身后的队友及时拉住了他 不然他很有可能就此飘荡 在茫茫太空中直到死亡 脱离危险之后 安娜告诉队友刚刚看到了一具 女性宇航员的尸体 而且通过服饰来看像是苏联人 听到安娜的述说后 地面指挥中心的俄国航空指挥官贝拉 似乎回忆起来了什么 而保罗也因为抢救无效回天法术 两位宇航员怀着沉重的心情 向指挥中心汇报了保罗死亡的消息 舱外的安娜两人得知这个消息震惊不语 整个指挥中心的人一时间也陷入了悲伤之中 而在短暂的悲伤之后 众人必须尽快为返回地球做准备 因为联盟一号逃生舱在之前的大火中遭到损毁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联盟二号逃生舱 但眼下出现一个令人绝望的情况 原来是二号逃生舱只能容纳三名宇航员 这也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必须留下来 独自修复好联盟一号逃生舱之后再返回地球 可到底能否修复完成仍旧是一个未知数 谁又甘愿将这样生还下去的机会让给他人 其中一名宇航员建议不如留下来两个人互相照理 但指挥中心给予的答复 却是目前的生命系统只足以支持一个人 最后还是安娜主动站出来将这个机会让给其他队友 毕竟在保罗死后他就是这里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男宇航员不忍心这么丢下安娜 可安娜坚决地表示这是命令 此时地面上的丈夫尼克和女儿爱丽丝刚得知保罗遇难的消息 心里不免开始担心安娜的安危 临别前男宇航员握住安娜的手 虽然没有言语 但彼此心里都能明白 这次离别也许就意味着永远不会再见 随着机械罗栓的解除 联盟二号逃生航带着三名幸存下来的宇航员朝着地球的方向飞去 看到这一幕安娜的心里五味杂陈 毕竟他也想跟他们一样回家看看自己的女儿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经过指挥中心分析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果 刚刚的大火烧毁了联盟一号的电力系统 安娜必须在太空舱生态系统枯竭之前更换联盟一号的电池 而距离生态系统枯竭还有15个小时的时间 这期间的每一分钟都不可以浪费 然而就在安娜紧锣密鼓的更换电池的过程中 却发生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猛然间他似乎听到太空站里传来敲门的声音 等他顺着声音的方向赶来查看时 发现自己竟然突然出现在一处神秘走廊 看到这里安娜还以为自己因为压力太大产生了幻觉 可手电击打地面的声音又是那么的真实 这时前方不远处出现一个柜子 刚刚那个敲门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安娜喊了几声并没有人回应 之后他又在柜子的把手上面发现女儿爱丽丝的项链 等安娜转过身周围的景象又恢复成了太空舱 更加令人想不通的是 失去电力的太空舱竟然奇迹般地恢复 就在安娜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感到疑惑的时候 一声妈妈又将时间线拉回到了五周之后 安娜提着油灯顺着女儿的声音一路寻找 不知道走了多久他才猛然发现 自己似乎又回到了郊外的那座房子 可等他打开房门一看里面的景象却有些不同 房间里面空荡荡的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 地上还有一个不知道已经死了多久的猫猫尸体 而最诡异的就是墙上的那座油花 中间的堕落天使已经换成了一个骷髅楼 猛然间安娜又听见楼上传来的似曾相识的敲门声 虽然这声音令安娜十分的害怕 可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她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二楼 并入眼帘的依旧是那个柜子和女儿的项链 而等安娜打开柜子后看到的却是一脸惊恐的女儿 抱着有血有肉的女儿爱丽丝 安娜一时想不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能背上女儿顺着来时的方向回到郊外的房子 刚一进屋安娜便准备了一些热水 准备帮爱丽丝清洗下身上的污垢 然而等她抱住女儿的那一刻 她说了这样一句奇怪的话 爱丽丝听后一脸不解地询问妈妈为什么这样说 但安娜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刚安顿好女儿洗澡后她再次点燃油灯 可顺着玻璃的反射她却看到无比震惊的影 本以为是自己看花眼了 赶紧提着油灯走近一点查看时才猛然发现 爱丽丝明明躺在床上正在睡觉 那刚刚她抱回来的那个女孩又是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